在中国日本人传播日本武士道的建筑哪里有 我前面这个就是啊 那么这个建筑啊 就是位于天津市中心的武德殿 它是上个世纪日本人清华时期 日本人学习武士道 以及武技 以及军事学的啊 这么一个建筑啊 其实像咱们眼前这样的武德殿 这样的建筑在日本有非常多 包括在上个世界 日本的占领区 像朝鲜 包括中国台湾 包括中国大陆 当时就很多 尤其是中国台湾跟这个朝鲜 像这样的武德殿非常多 那么据我所知啊 就是像在中国大陆 目前仅存的两座武德殿 第一座就是位于天津市中心的 我眼前这个 那么另外一座呢 就是位于这个吉林长春的 这个武德殿 那么我现在所拍的这个位于天津市中心的这个武德殿啊 它是建成于1942年 那么1945年呢 日本人就投降了 所以也就建成三年以后啊 日本人就投降了 那么这个建筑啊 为什么会修建在天津啊 这一篇这呢 这是因为啊 这个我现在所拍的这一片啊 大地方啊 在1896年到这个1943年之间 那么我现在所看到的这一块啊 就是我现在所拍的这一块 就是当年日本人位于天津的租界 所以呢 当时这个租界 为了让这个租界内的日本人 学习武士道以及武技以及军事学 所以呢 就在这啊 修建了这么一个武德殿 呃 然后眼前这个武德殿啊 它整体上 大家可以看到啊 它是上下是两层 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 它的这窗户啊 就是属于树的一个长方形的 就日本的这个建筑啊 很多 它都是这样的啊 包括 呃 这个武德殿 往前边走 大概是200米 有一个日本兵营 那个日本兵营的窗户也是啊 就是类似有这样的 就是一个长方形的啊 那么整体它的色调啊 是 呈啊 黑 白 黄啊 那么上边啊 是 这边是白色的 然后上边是黑色的网 然后下边是 这个铺的 这个蜜黄色的这个瓷砖啊 然后最上边 这个屋脊 它是绿色的 是吧 其实我看它这个顶啊 就非常类似于中国的 这个丹岩蟹山顶啊 如果大家对这个中国的 传统建筑比较了解的话 你就会发现 它这个建筑啊 其实跟中国的丹岩蟹山顶 非常相似啊 非常像 然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这是 就是这个建筑的正面 然后前面就是它的 这个正门啊 这一部分就是它 非常大的一个语言 然后前面还有两个大的 这个石柱啊 呃 一楼啊 一进去就是一个 日本人 他们那个塔塔米啊 就塔塔米 里边还可以住人 那这是一层 然后二层呢 就是他们的训练场 包括这个 基建呀 柔道啊 全树呀 都在这个二楼 看看 这有一个关于武德店的一个介绍啊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东西 我就 不读了 差不多 反正 看正门前边这里写的 元日武德店 现在是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 1997年6月2日公布的 时间挺早的 你可以想象到它的价值还是挺重要的 这就是它的正面 这个正面上方啊 有很多的这个网 看到了吧 为什么会弄很多网呢 因为时间长了嘛 对吧 就近快100年了 它这个网随时会脱落 所以就为了防止那网掉下来 砸到这路边的行人 看看 所以就弄了 弄了个这个网 你看这边的这个网就坏了 是吧 这边的网就坏了 所以真的很危险 这东西 网掉下来 要是砸住人 也能把人砸死啊 确实 你看这上面 好多网都确实一点出问题 你看看 而且我发现一个特点啊 这日本的这个建筑 你看它上边 这个屋脊啊 它是用很多网雷起来的 上面有很多网雷起来的 啊 看看 是吧 这边是武德殿的这个侧面 我刚才忘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底啊 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一批啊 原来都是日本人的租建嘛 当时这个日本的租迹啊 它的站地是达到2150亩 规模是非常的庞大的 所以啊 你想想 当时这个日本人非常狂啊 看啊 这个就是武德殿的正侧面啊 这边还有一点建筑啊 那这个就是 位于天津市中心的武德殿啊 日本的这么一个建筑啊 这个视频呢 就到这里 咱们下个视频 再见 拜拜 拜拜